好嘞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2课的单词以及其他的内容 请来来看第一个单词 叫早餐 一块读breakfast breakfast 那这个单词我们已经在上面讲过了 非常的简单 可以读成breakfast 也可以读成breakfast OK 好了 接下来是理发 一块读叫haircut haircut 那么这个词呢 是一个名词 当你要表达去理发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得用一个词跟它搭配have 那就是have a haircut have a haircut have a haircut OK 好了 接下来请看第三个词叫聚会 一块读叫party party OK 这个词呢 也是一个名词 如果你要构成动词 怎么说呢 叫have a party have a party 好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补充一个表达形式叫dinner party dinner party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用的 叫宴会 也就是说 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 就叫做dinner party OK 行了 接下来再看一个单词叫假日 一块读holiday holiday 那咱们知道 英式英语呢 一般用holiday 而美式英语呢 会把它改成vocation vocation OK 好的 那么如果要表达一个动作去度假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也会用have跟它搭配 叫什么呢 叫做have a holiday 或者have a vacation have a vacation OK 行了 这就是第82课的单词了 好了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 请来来看一下生词下面那道题 这道题要干嘛呢 就是让大家呢 用上面那些词选择填块 填入下面的这个句子当中 但是呢 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让你填的那个句子跟它原来那个句子意思相近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题杆当中的词哈 第一个单词喝 一块读下叫drink 当然 书上看到的是过去试读下drink drink 还有玩得开心 一块读下enjoy 当然 书上看到的是过去试叫enjoyed yourself 好的 再往下呢 是are eating 叫做正在吃 好 再往下一个读案语叫go for 当然 书上看到的是过去试叫went for 再往下呢 是吃 一块读下eat 书上看到的是它的过去试叫ate 也可以叫at 都可以 最后一个单词一块读下叫take 它的意思可以叫带走 也可以叫吃 OK 好了 那意思咱都明白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你来看看 这些词哪个比较合适 能够填到这里头 OK 好的 请来先看第一句话叫they had a meal at a restaurant 他们在酒店 他们在旅馆吃了一顿饭 那么他们在酒店吃了一顿饭 他们在餐馆吃了一顿饭 这个吃呢 他用的是had这个过去试 所以显然你也要找一个吃的过去试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只有一个是吃的过去试 叫什么呢 叫ate 也叫at 所以这个词就填进去了 OK 好了 第二个 we had a holiday last month 意思是说呀 上个月我们度了一个假 好的 度假这个短语呢 可以叫have a holiday 除此之外 其实还可以叫go for a holiday 所以今天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go for改成过去试 叫went for 所以呢 go for a holiday和have a holiday意思是差不多的 当然 除了这两个 我们还可以使用spend a holiday s-p-e-n-d spend a holiday也行 所以下次描述到度假这事儿吧 我们可以使用三个短语 再说一遍 go for a holiday have a holiday 以及spend a holiday OK 行了 接下来看第三道题 have a biscuit 叫吃片饼干吧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要选择一个叫吃的词 是不是 那个吃呢 你来看看哪个是吃的原型 这个at呢 是过去是 所以不能填 所以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 就这个单词叫take 因为它也有吃的意思 OK 所以呢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叫take a biscuit OK 好了 接下来请看第四题 you had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玩得很开心 那么玩得开心 可以说have a good time 但是我们知道 除此之外 韩可以说什么呢 韩可以说enjoy yourself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enjoyed yourself 过去时跟它搭配 OK 好了 接下来是第五道题 they are having their lunch 是说呀 他们正在吃午饭 好的 正在吃 大家来看一下题杆当中 只有一个表达叫are eating 所以大家把are eating填进去就可以了 好 现在看最后一道题 I had a glass of milk 意思是说 我喝了一杯牛奶 现在呢 我们要表达的是喝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需要找一个词 跟had能够表达差不多的意思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一个喝的 是不是 哪个词呢 对了 就是drink这个词 而had是过去是 而正好它就是过去是叫drink 所以我们就填I drank a glass of milk 这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么以上这些题呢特别的重要 因为大家会发现这里面涉及到的时态很多 比如说有一般过去时 现在进行时 一般现在时 那么基本上我们目前为止所学的时态呢 基本上都包括了 而且呢 里面包含了我们这段时间所学的很多短语 所以这道题很重要 请大家再慢慢琢磨琢磨 OK 好了 那么第82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都有嘟 好 这吧 useless